第25题乘24题 若留今A的电流为1安培 则电池提供的电压为何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我们公式都是V等IR 但是做法一是我们分别算出 我们通过的A的电压是多少 再算出通过B的电压多少 用这个V等IR算出来之后 那么AB之间是所谓的串联 所以呢总电压就等于分电压相加 那么我们这两个相加的电压 它就是我们电池所提供的电压 那么第二个做法就是 既然我们要算的是总电压 我们就用总电流跟总电阻 那么我们这个AB之间是串联 所以总电流就会等于分电流 所以总电流呢也是1安培 就是留今A的电流1安培一样的 那么总电阻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所谓的18Ω 所以我们代公式V等IR 我们的总电流是1安培 我们的总电阻是18Ω 所以算出来的我们总电压就是18Ω 所以呢第25题问我们说 则电池提供的电压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18 大家纽然不 наш广泽